各位台灣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斯坦! 現在我們在瑞士的蘇利市 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一個城市 因為在這裡算是瑞士講德語的區域 那斯坦會講一些些簡單的德語 所以比去什麼日內瓦或瑞士的南部 對我來說方便多了 因為可以用簡單的德文跟當地的人聊天 再來這裡有最漂亮的湖 整個瑞士最漂亮的湖 雖然再強調一次,它沒有我們波蘭那麽好看 但是水很乾淨,然後有很多可愛的鵝 那我們今天來一起在瑞士蘇利市逛逛 我們現在的這個街道叫做Bahnhofstasse 意思是火車站大道 基本上幾乎每一個這樣德語的城市 都會有一條街走到Bahnhofstasse 因為每個大城市都有火車站 那在蘇利市這邊 Bahnhofstasse是一個很華麗又豪華的一條街 在這裡有很多名牌 很多賣手錶的商店 很多賣衣服、賣化妝保養品、賣墨鏡 賣電腦、奢侈電腦都有 所以基本上要有錢的話 在這裡逛街一定會覺得很高興 我一個經驗跟各位台灣朋友們說 我稍微雖小一點 今天天氣不太好 然後我就是在下毛毛雨 但是我還是跟我老婆還有我的朋友們 就是在大道這邊散步 往普遍的方向走的 挺好的 順便Windows Shopping 看一下這裡的美麗的手錶 你們知道斯坦人愛手錶 雖然這裡很多品牌的錶我買不起 但是用眼睛看就覺得夠開心了 到瑞士 當然要看一下毛利市的商店 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客人 讓瑞士的毛利市公司 業績目標都有辦法當成 我們剛剛喝了很好喝的咖啡 在Sprungli 一個很可愛的小咖啡廳 等一下分享一下 這咖啡廳跟裡面的咖啡的照片 覺得挺好的 那現在我們往教堂的方向 跟這邊的石正廳的方向而走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很漂亮的鐘樓 它就是Halmünster這個教堂的鐘樓 我五年前來蘇利市的時候 剛好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這個鐘有在想了 所以就是剛好有聽那種蹦蹦蹦聲 然後看這些很古老的建築物 感覺是很厲害的 好像自己出現在過去的瑞士 這個真的沒賣 歡迎各位台灣朋友們 有空也可以來瑞士玩一下 當然是要先在波蘭逛逛才能去瑞士喔 因為瑞士漂亮 但沒有波蘭那麼多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Panzwaldmann的標像 就是這個阿騎士 跟瑞士最漂亮的湖 就是蘇利市湖 從這邊繞一下 當然也是蘇利市的一個象徵 是這個很美麗的象徵 哇 這裡很多小船 我在瑞士很酷的一件事情 各式各樣的語言都可以聽到 有人講德文 有人講法文 有人講義大利文 還有這裡當地的 就是第四個瑞士的官方語言 那當然英文阿 中文阿 日文阿 各式各樣的語言 通天內都可以聽到 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們叫他們旁向前進吧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過去湖邊 在湖邊走一走 繞一繞 所以現在看到這裡 有很多博物館 還有漂亮的教堂 有很有趣的商店 買各式各樣的東西 從貴的名牌 然後一直到一些很可愛的裝置 喔 發現瑞士 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瑞士的國企 都是很酷 真的很酷 我們知道瑞士的國企 跟其他國家有點不一樣 而且它是方的 它是正正方方的 所以覺得蠻有趣的喔 我們現在對岸 可以看到我們剛看的那個 浩文斯特的教堂 那個瑞士雕像 這個美麗的街景 在這裡呢 就是蘇黎士大教堂 它就叫做Grosminster大教堂 然後這個廣場呢 叫做Grosminsterplatz 哇,那這一棟呢 就是瑞士國家銀行大樓 我覺得它整個蓋得非常特別 這種是一個很像羅馬式的建築物 各位台灣朋友們 我們走到蘇黎士湖 我個人覺得這是瑞士裡面最漂亮的一個湖泊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船 很多可愛的鵝、鴨子 可能聲音會比較糟糕一點 因為風蠻大的 那我直接拍幾個影片給大家看 現在呢 我後面就是有一個小男孩跟鵝的雕像 那我們在這裡散步 慢慢地往蘇黎士格局院的方向前進 蘇黎士格局院非常漂亮 但是有個很大的缺點 格局票貴得要命 但是建築物本身我覺得是很美的 就過去看 哇!好多曬太陽的鵝耶 好可愛的 那些鵝好幸福啊 比我還要幸福 沒有煩惱 大家都覺得你很可愛 然後在乾淨的水裡面游泳 然後大家都為你吃東西 不用上班 都好耶!天啊! 那麽現在我後面呢 摩天輪 還會有一個小小的蘇黎士的遊樂園 那些可以坐在一個摩天輪上面 看遠方 可以在山裡 很厲害 很美麗的蘇黎士的老街 現在我的後面呢 就是格局院 這裡現在坐在一個遊樂園 有點像台灣的夜市 但是整個格局院的建築物是很美麗的 等一下要寂靜喔 我的後面的就是這一棟 是蘇黎士的格局院 那各位如果喜歡古典樂的話 然後有足夠的預算 也可以考慮來這裡 看個芭蕾和聽個格局 覺得這個建築物也是整個蘇黎士裡面 最漂亮的建築物之一 然後剛好它在湖邊 那在這裡可以欣賞美麗的風景 然後看完表演 在湖邊三個步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天的結尾 各位台灣朋友們 我們走到斯坦在蘇黎士最喜歡的地方 這叫做Lindenhof 我認為在這裡 你看整個城市的風景 是最適合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還蠻高的 然後從它上面也可以看到那個大教堂 那也可以看到這邊蘇黎士河 那遠方也有一些山景 可以讓各位台灣朋友們欣賞 那接下來放一些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裡到底有多美